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念》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04集 巨变之序 这通道好似没有尽头 二人已经急速走出半个时辰 仍然还不见底 李渊不由地诧异起来 这里到底有多深 莫非是一出冲击碎片不成 带着疑惑 李渊速度更快 王林在其后跟随 却是眉头微微皱起 随着不断的前行 他心中隐约有一股奇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人 手指虚空按在自己眉心 使得双目之间 眉心之下 传出一种说不清楚的障头 在通道内 越是向下走 这种感觉便越强烈 半住香后 王林目光一凝 一把抓着前方的李渊 整个人顿时停了下来 李渊一睁 转身看向王林 李兄可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王林沉声道 李渊摇头 说道 没有什么感觉 雪兄的意思是 王林沉吟片刻 叹了李渊一眼 目光落在其眉心 忽然说道 李兄散去额头心筋 李渊点头 他眉心那便是心筋的圆圈 此刻内心一动下 缓缓地散开 但就在其心筋散开的刹那 李渊整个人立刻面色苍白 双目猛地鼓起 立刻便充满了血丝 他倒吸口气 心筋再急 这才缓缓地平复下来 眼中露出骇人 沉声道 感觉到了 王林目中金光一闪 缓缓说道 看来并非是徐某一人有这感觉 他说着 抬起右手食指 体内原力略有 在虚空画了起来 一道道弯曲的线条 随着王林食指划过 渐渐浮现在了二人面前 这线条散发荧光 在王林勾勒之下 慢慢地组成了一个奇异的符号 只不过在这符号的下方 那线条的断头仍在 好似这符文尚未完成 李兄 可认识这符文印记 王林沉声道 有些眼熟 李源盯着符文 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许久他盘膝坐下 仔细地回想自己这些年 所学以及所看的古迹 寻找与其相似的符文 半竹香后 李源皱着眉头 说道 有四个符文 与其相似 只不过 显然这符文并非完整 无法判断出 是四个中的哪一个 续兄 这符文 你从何处得来 王林没有回答 而是神识在通道内 谨慎地蔓延 许久 他抬起右手 在半空中 那未完成的印记上 顺着下方线条的断头 自此蓄化起来 李源盯着符文 面色越加凝重 到了最后 他眼中露出震惊 这符文印记 他认出来 李兄 这符文 就是我们所在的通道 一路之上 徐某神识散开 这才勾勒而出 王林缓缓说道 许久是说 有人把这通道 做成符文的样子 李源站起身子 他修为不够 神识即便是散开 也无法穿透这通道 但对于王林的话 却是没有半点怀疑 许久 这个符文印记 是先进之中的一种 只不过 即便是在先进中 此符文印记 也算是极为冷皮 他无法单独使用 只能是与其他符文 相互阻隔 才可以形成禁止阵法 是起到什么效用的禁止阵法 王林目光一闪 问道 李源摇头 开口道 除非是去了这通道的尽头 看到这符文的最后一笔 否则的话 实在是无法算出 是何种禁止 王林沉默片刻 看向前方的通道 缓缓说道 如此 便下去看看 说着 他带头飞去 李源跟在后面 左手掐掘 不断的推演 二人这一次 速度不快 但却没有任何停留 随着前行 王林眉心的感觉越来越重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甚至有些阴沉 又过了半个时辰 王林目光一宁 他神识已经察觉到了尽头 在神识看清后 王林深吸口气 身子迅速冲出 在前方通道弯处一转 身子立刻停下 其身后的李源 此刻也是神识看到了尽头 眼中露出沉思 此处通道的尽头啊 是一处一人多高的漩涡 这漩涡内 散发出五彩光芒 随着其旋转 使得四周 笼罩在了光芒之内 李源盯着那漩涡 左手推演之下 立刻一顿 沉生道 徐兄 我算出来了 这符文组成的禁制 只有一个效用 那便是疗伤 而且若是李某没有猜错 怕是与此地 类似的符文通道 应该并非是一处 而是共有九处 如此一来 九个符文印记 便组成了一个 庞大的疗伤大阵 在这 雷之仙剑内 也可以算是 绝大的手笔了 李源说到这里 眼中露出金光 看向王林 他有一句话 没有说 但他相信了 王林能听得出来 疗伤大阵 李兄的意思是 在这阵法的阵眼之中 有一个人 无数年来始终在此 以此阵疗伤 王林平淡地说道 嗯 徐兄说得没错 只有这一个答案 方可解释一切 只是 是否有人疗伤 这一点 在下猜不出来 不过若真的有 那一定是 仙人 王林眼露奇异之谋 缓缓说道 这漩涡 虽说是通向阵眼 但却被人 从内部封死 这一点 倒是有些奇怪 不过 我却是有把握 把其打开 李源望着那漩涡 眼中露出一丝 诡异之谋 缓缓地上前 抬起左手 王林眉头一皱 李源不是那种 不知好歹之人 怎可如此轻率 他上前一步 直接来到李源旁边 一把将其抓住 李源转身 看着王林 目中的诡异之光 闪烁着 缓缓说道 徐兄 你不是想要仙术吗 有什么 比一个仙人 更了解仙术呢 说不定这仙人 此刻极为虚弱 我们进去后 便可一举亲注 他左手禁止凝聚 说话间 向前直接拍去 王林目光一凝 直接捏碎 那打出的禁止 右手原理一吐 立刻涌入李源体内 李源顿时身子一歪 整个人昏迷过去 做完这些 王林转身 探向了漩涡 沉默片刻 抓着李源 缓缓地退后 就在其退出不到三丈时 那漩涡忽然停止了旋转 一股阴森的气息透出 在那漩涡中心处啊 浮现出一个眼球 与此同时啊 一个诡异的声音 在王林的心神中回答 你想学什么仙术 王林脚步一顿 盯着那漩涡中浮现出的眼珠 没有说话 让李之友 大出那道仙境 我可传你一套仙术 你是谁 王林沉默片刻后 缓缓说道 学还是不学 那声音呢 没有回答王林的问话 而是徐徐开口 王林目光闪烁 抓着李源再次后退 直奔通道后方而去 至于心神中 那刚才出现的声音呢 王林不是没有心动 但他为人谨慎 这等事情啊 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况且最重要的 即便是真的学到仙术 以王林的性格 经历了当初杀戮先决之时候 却是不会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 先说 只有自己寻到才可修炼 别人给予 绝不去碰 王林目露坚定 全身原力运转 警方那漩涡处的眼珠 带着李源急速而走 王林离开了不久 那漩涡从静止的状态中 慢慢地旋转起来 其中心位置的那个眼珠 露出阴森之芒 盯着王林消失的方向 缓缓地缩了回去 我不喜欢谨慎的人 一道鸿芒 自这目光中闪烁而出 直奔前方而去 最终那眼珠消失在了漩涡内 不见踪影 四周的一切恢复了正常 唯有那鸿芒如闪电般 顺着通道向王林二人追击而去 王林速度极快 抓着李源顺着通道 回到了那暗洞 他双指在李源胸前连点几下 李源身子一震 睁开了双眼 一片迷茫生气 但立刻便消失 被清明取代 多谢许兄 方才在下 应该是奔了漩涡中的奇异之力吸引 李源略一沉饮 便找出了自己 刚才议程的原因 此地太过诡异 你我还是速速离去 王林看了一眼 身后的通道 皱着眉头说道 李源点头 没有去过多询问 左手掐掘 打出一道劲致 落在了暗洞出口 就在这时 王林神色一变 双手掐掘 顿时 元神内雷微散出 在其双手之上 形成一大片雷光 没有任何犹豫 王林双臂向前一推 立刻 这些雷光 带着轰隆隆的巨响 齐齐堵住了通道口 此刻 鸿芒一闪 所有的雷光 立刻瓦解 那鸿芒一冲而出 直奔王林而来 王林面色大变 那鸿芒中啊 有一股 他极为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 传自灵魂深处 让他双目瞳孔 瞬间便是一说 这是 这是寂静 不假思索 他迅速退后 整个人在后退中啊 与四周融合在一起 那鸿芒一闪之下 直接冲入王林体内 与此同时啊 入口处的阵法禁制开启 王林后退中 一把抓着李源 直接飞出 甚至连禁制都来不及 去重新关上 便踏着虚空 瞬移而走 此处碎片大路万里外 王林与李源身影 幻化而出 一落地啊 王林便身子一晃 面色苍白 张口吐出一粒沙土 这沙土瞬间 便把笼罩上方 形成一个大叶 阵阵危压环绕 王林立刻盘膝坐下 更是抬起右手 其手背上 那瘦骨 立刻晃化而出 在王林身体四周徘徊 阵阵幽光 自其上散出 弥漫开了 李兄为我护发 王林说完这句话 立刻闭上双目 双手掐绝 放在双膝之上 体内原力 疯狂地运转 不断地冲入神石内 李原神情严肃 一拍楚戴 立刻九把仙剑飞出 散及四周 目光炯炯 为王林互放 他虽说不知王林 到底出了什么变故 但自与王林重逢后 却是从未看到过 对方有如此凝重的一幕 那鸿芒 到底是什么神通 李原内心沉溺 王林的原神中 那鸿芒闪电肆虐 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杀机 但就在其将要发作的刹那 却是立刻便被王林 体内庞大的天地原力弥漫 一层层的包住 使得这红色闪电 无法彻底发挥其真正的威力 但此物是极尽 其威力太大 原力虽说将其包围 但从内部却是迅速的挖进 显然过不了多久 便会彻底的失去效力 这也就是王林 对于极静 他的熟悉程度 已然刻入谷中 此刻并未惊慌 而是不断的运转原力 包裹其上 他了解极静 原神虽说 融合了太古雷龙 但当年的一幕幕 却是让他的原神 对于极静 并非完全没有抵抗力 毕竟曾经的他 也是一个极静的拥有者 如此 才使得这红色闪电 没有立刻将其原神抹杀 给了他抵抗的机会 若是换了旁人 哪怕修为比王林高 都没有这个抵抗的机会 也是必死无疑 好在此刻的王林 体内并未吸收的原力 极为浓郁 不担心消耗 而是以莫大的坚硬 不断地包裹在 那红色闪电之上 层层之下 不断地消融 到了最后 终于勉强追上了 原力内部瓦解的速度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